在这三者的配合之下 赖清德现在已经进入到 暗内壤外的境界 所以赖清德上台 他没有所谓的蜜月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华 暗内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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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 什么叫做暗内壤外 两岸关系的不确定 中国大陆的压力越来越大 蔡英文快要卸任 他摆烂 要把烂摊子交给赖清德 那赖清德怎么处理这些烂摊子 那其次美国是有依赖论 美国不但他有依赖论 同时对于这次消美行去处理的 所谓的私人的行程 大家都很关心 就我所知 可能在就任之后 有人会提出检举 提出什么样的检举 针对消美行个人到底有没有美国的身份 会提出告诉 偏偏赖清德的副手 没有刑法的豁民权 他们会运用当年对付李庆安的方式 来对付消美行 我知道有人已经在开始收集这一方面的资讯 那这一方面的资讯一方面是消美行的问题 一方面是美国一直对赖清德是有依赖论 这个依赖论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消除 没有消除 顺便那我解释一些事情 就是3月17号 我就是讲到了卢秀燕 他要去美国去面试 有人跟我联络 他说这个消息不正确 为什么 第一个 美国在大选 谁会对卢秀燕进行面试 大选未确定前 能够面试的是美国的行政官员 所以他说 卢秀燕这次去美国 纯粹是为了去交朋友而去 他说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卢秀燕真要去的话 他未来极有可能 不会用台中市长 极有可能会用党主席 兼候选人的身份去访美 那个叫做面试 那那个第三个 他也讲 他说卢秀燕对美国 美国对卢秀燕 可以说美国对卢秀燕 算是非常的陌生 他们也想要了解一下 所谓卢秀燕的背景 如此而已 那回过头来说 我们今天讲 美国的依赖论 现在呢 美国异常关注 赖清德安全团队 赖清德的陆委会 赖清德的海委会 还有包含 赖清德的军方 究竟要用哪一些人 他们必须要做一些 审慎的评估 这个依赖论 已经慢慢的延烧到 台湾的内部 除了依赖论以外 现在 民进党很多的 所谓的立委们 要争取党公职 那党公职 就是完完全全 基于2026的开打 就是九合一地方 选举的开打 现在这些党公职 想要出来选的 都已经在进行布局 那这三个东西 一搞下来 中国大陆的压力 美国的依赖 包含党公职 越来越 越来越 是赖清德 唯一一个弱势的党主席 在这三者的配合之下 赖清德 现在已经进入到 案内让外的境界 所以赖清德上台 他没有所谓的蜜月期 他要马上迫切需要 解决的是中国大陆 压力的问题 跟美国依赖论的问题 那再加上党内的党公职 现在蠢蠢欲动 现在包含高雄也好 包含台南也好 包含台中也好 包含新北也好 很多党公职 已经在开始越越欲试 那所谓开始越越欲试呢 就已经有人在排兵给将 说郑文燦要不要参加新北 林又昌要不要参加台北 有没有人要参加桃园等等 现在一个县市 一个县市 尤其是六都 都已经提出了讨论 就是说赖清德还没有决定之前 现在大家已经排兵给将 这个在过去民进党非常罕见 在蔡英文时代是号令延民 所谓号令延民 所有参选的人 没有我党主席的清点 你们敢给我表态吗 那现在呢 好像民进党也进入到一个 无政府的状态 主谓无政府状态 你看现在这些地方派系也包含了党部内的派系 也包含了这些立委说我要选我要选这个位置我要 马上宣布 好先讲先赢 这个是会让赖清德非常非常的头痛 外部问题他又解决不了 主动权不在他的身上 内部的问题 这些不见得听赖清德 所以大家不要看赖清德虽然胜选 他不像2016年的蔡英文 可以去没收他们的产选权 赖清德显然没收不了他们的产选权 这才是赖清德就任之后最大最大的问题 一方面外部有压力 另外一方面内部不听话 所以大家认为说 你这个赖清德大概比蔡英文如何 我现在告诉各位2016年上台 蔡英文上台对于所谓民进党的中常委们 就完全按派系分赃 蔡英文决定 可是现在赖清德能够决定什么 现在那么多党公职的都一一冒出头来 说这个位置我要的时候 赖清德这个党主席干得下去吗 那其次 现在民进党的党团也慢慢的变成了自首炮 没有赖清德的允许之下 今天炮轰韩国瑜 明天炮轰朱立伦 后天炮轰黄国昌 现在就是上演这种巨马 所以我说为什么民进党陷于无政府的状态 就是因为 对赖清德党主席的微信已经不出党中央大门 再回过头来说 他现在急的是什么 中国大陆的压力那么大 蔡英文不放手 你叫他怎么表态 那依赖论 现在连肖美琴都签进去了 万一真的有人去提出告诉 然后针对肖美琴身份的问题 你赖清德那个时候他要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当然了也有可能不成立 但是这个就是给赖清德难堪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未来的局势 第一个赖清德没有灭越区 第二个大家对于他的520 美国跟中国大陆都在等着看 你第三个民进党各个派系 都是自首炮的情况之下 你赖清德想要应付这些牛鬼蛇神 得要花很多的心思